那最近呢给大家嘚瑟一下老花一的老婆干的一些个成果啊 就是你看 漂亮吧 这些呢全部是我老婆亲手 一颗一颗牵插的各种各样的球篮 因为去年前年的时候呢 一直给花儿民去卖一些球篮 很多话说太贵了 有没有办法把价格打下来 咱不跟那些网红一样 把价格打下来 那都是在吹牛逼越打越贵 咱们自己呢就给大家去牵插生产了一批 基本上大家呢都出个油费 有的话说老花一呢光出个油费 那有的怎么那么贵 有的呢我们拿苗子本身就很贵了 臭包 你不可能让老花一连饭都吃不起吧 是吧 威力薄力 这个我可以接受 你就让我不赚钱也能臭会儿一回两回行 你让我赔钱我干不了 所以说呢这些个呢都已经存活了 用的呢都是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图 品种有二有多个 它开花非常的好看 另外呢我发之前那个视频有话说 球篮还琴花吗 我真的 我真的我再给大家说一遍 球篮的一个养护啊 球篮是洗光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它洗光但是它害怕暴晒 你明白吗 就不喜欢暴晒 就像我大舅子一样的吧 喜欢游泳 但是你不能把它养到水族箱里 懂这个意思吗 浇水这一块呢 你如果说花盆用的很透气 很排水 你多浇点水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浇的水能立马漏出去 还有一个就别用很大的花盆 你要这个小苗的话 回去有的话就换个二加轮的大盆 你五年代也开不了花 因为根系要长满 要有光照 要略微的空空水 等略干一点的长根 根系长满了爱开 别用很大的花盆了 该给肥料的给肥料 你只要温度在15度以上 就这种光照 它就能一年四季 基本上是能保持不断呀 你在两广地区 福建地区 你在葡萄藤底下 就葡萄架子下 包括树底下 你种一个 它能野生啊 就这么哇塞的东西啊 有的花手都已经养得很苦恼的 就是花开到 花开到都不想让它开了 因为它还会分泌一些花蜜下来 很甜 你有时间的话 你去尝一尝 可甜了 你还说这个不好养 老好养了 苗子呢都是各种各样的 都是给大家捡好的去发 然后呢 慢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 就是我们也是想清理清理这片地方 所以说你该下手的 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就要涨价了 为什么要涨价 因为你也知道 棚株啊 取暖费啊 人工啊 都要算在里面 所以这花们一定要理解 毕竟老花一还是个商人啊 唯利是图 记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 有意思好玩的养花之手 我是老花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错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